在无法无天的黑手党世界里死亡是极为正常的但这些死却很少有老天制造因此杀手这个职业也就会显得如此重要必须承认美国黑手党近百年的历史 黑手党二百多年的历史有太多优秀杀手涌现他们不是光辉的形象但有些的确能让人类震撼小编我极力收集资料也发现无法求 因此只能在这里列出十大著名黑手党杀手虽然小编我有一无意都会从弱到强排序但依然不敢用罪字来形容如有不妥 输了之处还挺见谅 威利戴德诺WilliamTazano威利戴德诺1912年到1975年原芝加哥青少年非邦 42人邦成员后跟随范姆詹卡纳加入芝加哥机构是范姆詹卡纳最欣赏的顶 其杀手被称为最残酷无情的杀手 威利戴德诺的犯罪领域包括了银行抢劫 道歉 绑架等但这些都是他的副业 在帮派中他真实的身份是执法者 除了遵照老大们的指示杀人外戴德诺 还有自己的一套测谎技能会定期安排有嫌疑 的家族成员接受测试 曾有一名家族枪手 因没有通过测试被戴诺的虐待至此戴诺德最擅长使用冰锥 喷灯等原始工具花几个小时慢慢虐杀 很多人相信戴诺德的测谎程序其实只是个过场测谎的目的 只是为了想杀人威利戴德诺一声 具体杀人数量不明官方记录中其至少是七起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 1966年5月戴德诺英一起抢劫价值100万美元银定的案件被捕 很快被无罪释放之后 在此一阴谋策划抢劫 富兰克林公园银行被捕入狱 于1975年在狱中病逝阿贝莱雷斯 阿贝莱雷斯 1906年到1941年美国犹太人绰号 PID Twist 据说是他最喜欢的糖果的名字 谋杀公司 早期职业杀手莱雷斯身材矮小贷行为 暴力且性格奇并无常 曾因在停车场没能很快地拿到车 就将停车场服务员杀死莱雷斯 最擅长的杀人方式 是使用冰锥将冰锥从人 到耳朵插入大脑席最出名的杀人 记录是在1931年 逐一杀死了当时纽约犹太黑帮的首领夏皮洛 三兄弟杀死他们的原因是梅耶夏皮洛 曾在十年前强奸了他当时的女 由1940年莱雷斯 因被控谋杀而被捕为了逃避可能受到的死刑 他转作污点证人指证了多名美国黑手党成员 包括阿尔卡同当时也受到了701941年11月 他从警察保护他的半月酒店六楼房间中坠楼身亡 虽然表面证据 他可能是因逃跑不慎坠楼弹